財經消息方面 Tesla從標準普爾500ESG指數中被剔除 令到馬斯克在社交平台發出嚴厲的回應 梅志輝的報導 標準普爾杜瓊斯指數公司表示 電動汽車製造商Tesla 已經從標準普爾500ESG指數中被剔除 原因包括了種族歧視 和自動駕駛汽車系統相關的撞車事故等問題 ESG是用於判斷一間公司在環境、社會 和管理問題上表現的指數 雖然Tesla的產品有助減少全球暖化的排放 但在其他問題上包括比較同業、更缺乏透明度 因此會引起投資者的擔憂 事件引起了Tesla首席執行官馬斯克嚴厲回應 聲稱ESG是一個騙局 被虛假的社會正義戰士當成武器 現時有很多關注多樣性和氣候變化等問題的投資者 選擇參考ESG的標準 來選擇股票或基金投入的金額達到數十億美元 ESG指數主管馬加烈杜欣表示 Tesla的ESG得分較去年22分略有下降 但其他汽車製造商的得分普遍都有所提高 而根據指數的標準 會自動將四分一評分最低的公司剔取 因此Tesla就包括在內 請問更多數百分之計 請問更多數百分之計